我请一位我们的同事为大家方面展示一下 这位先生他要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他托我给他的夫人稍一段话 今天很荣幸为这一位黄先生上个电视 黄先生是我一个老客人 而且黄先生是我的另外一个老客人介绍的 然后呢这副眼镜呢是黄先生为他的夫人 在我们这儿定制的一副眼镜 可能是他觉得在我们这儿买眼镜比较放心 找过我们买了然后呢以身来测试 我们不错 然后再为他的夫人订购了一只眼镜 所以呢就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 非常感谢 这也是我们很期待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眼镜 这位女士 她的度数一只呢是475度的近视 还有25度的闪光 另外一只呢是500度的近视 50度的闪光 她的两只眼镜的同距呢是63 因为这位夫人她并没有到我们店里面来测光 她是在她本地去测了光之后给我们的度数 所以我们对她的度数呢 我们没有去比如说结合她的势力去帮她做一些比如说施功能啊或者其他方面的更详细的检查 所以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案给到这位女士只能根据她的度数推荐的一个尼康的双费镜片 这副眼镜呢是在我们这定制的啊 里面有刻字啊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副眼镜的型号呢是5805是一个小圆框是TT今年啊去年啊23年出的一个TT款的新出的板材 之前我有详细的去对比过TT55系列和58系列它们之间的重量大小以及说它度数适配的这么一个对比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考古一下以前的视频 这副眼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框很小它的框的直径是44 中凉呢是24相当于是2.5的仪性量 其实还好了因为它这副眼镜你们可以看到这个TT系列的边框 这个板材圈特别宽 所以很适合做高度数 虽然它的价格是比普通的TT的那种纯泰斯版本的要稍微贵个几百块钱 但是呢我觉得是物有所值 而且加上了这个板材类圈的质感一下就跃升了这种层级的感觉 如果您喜欢RIM系列的那种轻薄的感觉 但是又因为度数的原因没有办法配到那么TT 这种戴板材类圈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这副眼镜呢是一位女士的 我请一位我们的同事为大家上脸展示一下 OK大家看到了这副眼镜戴上去 医术气息一下就猛增 得利于它这个眼镜进圈的一个选择 选择的是一个戴帽色 看上去整个温婉的气质就徒增是吧 其实这副眼镜呢最重的地方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镜片 这个镜片肯定是比金家要重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导致了这副眼镜呢 你看哈它的平衡性还是不错的 后面是金属的 然后整个戴上去TT系列的配戴感 也是Limber所有的系列里面 我觉得可以排到前二三的系列的舒适度 因为它这个铰链的设计也是很挖塞的 个人觉得很挖塞的 因为是在我们这定制的 所以这里呢有人山Optick的标识 然后呢这位先生在里面刻有字 然后呢我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会把我们给您的包装也放进去 包装里面是原来的镜片 把它留好就可以了 这是尼康1.60的镜片 1.60双飞 包括到进步 这是Limber自带的进步 然后呢它的说明书 我们会把每副眼镜呢 经过我们加工之后 然后在我们加工室自检一遍 我们到店之后还会为你的眼镜去自检一遍 我们会自检磨层的色差 保护膜是否有划痕 是否有吸盘印 是否脱膜 光度呢我们会检查左右眼 同高同菌 镜架的自检 我们会去检查它是否有掉漆滑伤 镜架是否有水平 鼻拖安装是否有不当 包括说两年前吧 我们自己再额外增加上去的 进加变形的问题 对于TT系列 你看我们在这里专门注有Limber的Rim TT以及Now系列容易变形的情况 我们会去自检它是否有 比如说左右不一样大小啊 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在 因为得到了更多的人的监督 所以我们也要去自己去提升产品的质量 就是在如今眼下如此卷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选择去把价格做低 而是把服务做好 把质量提高 从而对得起大家付的每一分钱 每一分对我们的信赖与支持 最后刚才说了两次里面课字 我一直没念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爱的课字 Love is in the air 就是这位先生对这位女士的爱意 然后呢 在我要拍视频的时候 这位先生又给我发了一段话过来 他让我托我带给这位女士 所以我念一下 因为工作的需要 所以这位先生他要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他托我给他的夫人捎一段话 他说再也不能时常去接送你了 希望你能记得回家的路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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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